娱乐圈现在越来越多的明星都生了二胎 比如周杰伦和昆凌 邓超和孙丽 黄晓明和baby结婚好几年了 他们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了 之前baby在参加节目的时候 就会问什么时候生二胎 baby太颜说自己很想给黄晓明生个女儿 最近的黄晓明在为自己的新电影做宣传时 他说自己现在很少接戏了 减少工作量是为了利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 当问到二胎的话题的时候 黄晓明说 这个我遵循我老婆的想法 毕竟怀孕受累的人是他 看来我们的黄教主不会是宠奇狂漠 不管什么事情都考虑到自己老婆的感受 还特别心疼自己的老婆 黄晓明说自己也很想要个女儿 但是自从生完孩子之后 baby就立马复出了 不仅拍戏 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对于工作也是很拼命 黄晓明都看在眼里也是很心疼 其实两个人在二胎的问题上 答案也是一致的 就是再等几年 他们想给孩子添个玩伴 所以娱乐圈的女性baby 不管事业还是爱情 都是人生大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